疫情相关来款Omicron大魔王变种病毒快速扩散 目前全球有13个国家都已经沦陷了 包括像是在北欧国家也出现了Omicron的感染者 丹麦政府宣布出现两例感染Omicron的个案 都是从南非搭机入境的旅客 在隔离结役的时候确诊 而荷兰稍早也证实 从南非抵达的两架班机已经有验出13个确诊个案 澳洲也证实发现有两名南非入境的确诊者Omicron 不过在昆士兰的一间防疫旅馆 传出有隔离民众在房间内纵火 也造成全栋163名的隔离民众紧急撤离